大家好,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欧盟从5月25日起将实施新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以保护5亿多欧盟国家居民的个人信息 微发企业将面临高达2000万欧元 或者年度全球营业额4%的罚款 据法新社报道 欧盟新版该法命名为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规则 其适用对象有谷歌、推特和脸书等 将个人用户资料作为广告卖点的大型科技公司 此外也包括银行及公共机构 这项新法带来的最大改变之一 是消费者必须明确表示允许使用个人资料 也可以明确要求将他们的个人资料删除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由于欧盟这一新法即将生效 苹果、脸书、推特等多家硅谷、科技公司 都已经修改全球个人隐私政策 彰显欧盟法规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在剑桥分析丑闻后 脸书执行长祖克博上个月赴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 脸书将遵守欧洲的法规 近十年来 全球已有120多个国家参考欧盟个人资料法来进行本国立法 除了个人资料法以外 欧盟不断提高不同法规的门槛 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都将欧盟法规 视为自己全球政策的参考指标 一些国家也效仿欧盟的法规而进行立法 感谢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